這道遠景時搜索票上門 穿橘色衣服的男子知道逃不了 坦承在家 藏匿槍支 男子坦承在房間藏有玩具槍 但遠景進入一看 差點沒嚇壞 因為男子房間的窗簾上頭 擺滿手槍 還有幾十發子彈 牆壁上也掛有好幾把長槍 最誇張的就是衣櫃打開 門裡面就掛著13把短槍 根本是一間小型軍火庫 因為現場有多把長短槍 看起來很嚇人 經過我們見驗之後 初步見識也是有殺傷力的情形 你知道這是錢 這應該是麻將的那個 沒有 他自己改的吧 自己改的 男子在家中藏了20多把長短槍械 還把麻將盒改裝成槍盒 讓警方一度查不出 裡頭藏有槍枝 男子變稱這些都只是收藏觀賞 但除了槍械 還找到十字弓 武士刀和匕首跟安非他命等等毒品 犯犯把房間當作兵工廠 火力強大 讓人吃驚 記者 郭文 陳昭虎 家裡報導 有 escape 我時請的 有,有,有 有,有 有,有